中美兩國從疫苗比拼 美國是在搶疫苗 大陸是邊打邊捐 誰比較得民心呢 還有雙方軍事比拼 甚至打到了外太空來較量了 大陸在太空領域當中 落後了美國跟俄羅斯五十年 但是一路追趕 現在已經是前段班了 尤其我們來看到的是 天舟二號的貨運飛船 跟天河的核心艙 就這兩個 一個是貨運飛船 一個是核心艙 它成功了對接完成之後 接下來中國大陸太空站的 建造任務 接下來就是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這一個了 這個載人飛船 神舟十二號即將要登場了 所以飛船上面 它要搭載誰呢 搭載三名的太空人 來看到神舟十二號 三名的太空人 即將要進行相關的部署了 而且了解是說 這個預計在六月就要升空了 而且這個飛行的乘組 已經轉入了強化訓練的階段 全力要備戰即將來的太空之旅 他們現在已經在ready了 我們來看到 根據了央視新聞的報導 這三名首批天河核心艙 太空艙的這些太空人 將會在軌道上駐留三個月的期間 所以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要做非常多的準備 那期間會進行艙外的維修維護 設備的更換 科學的應用載荷等等的一系列操作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副總工程師 設計師叫楊立偉 他有特別說就是他 他說在這一次的神舟十二號的任務上面 是目前沒有安排女的太空人參與的 但是以後的任務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基本上這些前期的太空人都會參與飛行的 那楊立偉說這次飛行的任務安排 按照以前的設置 包括有什麼 包括了指令長 還有工程師 也根據分工的不同進行的訓練 三名的太空人都要具備能夠出艙的能力 所以一般會組織兩個人出艙 那第三個人很重要 因為他是具備了出艙的能力 然後一旦有需要的時候 就能夠進行替補 那神舟十二號的飛行全組 從第一批跟第二批的太空人當中 都選出來了 針對第一批的太空人 年齡是比較大一點點 比較資深一點點的特點 那他們說會用怎麼樣來彌補呢 用高的訓練強度 來提升他們在太空當中的適應能力 所以年齡資深不是問題 再來看到就是說 楊立偉就說 其實已經做了一些輔助的工具跟設備 來解決太空人年齡偏大的問題 對於飛行任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能夠具備飛行能力的這些太空人 現在有十六個 那包括自己 他自己也是一個備份的人選 要全程參與這個訓練當中 報導也說 神舟十二號的載人飛船計畫 在六月要升空 將會成為天河核心艙的首批入駐人員 那目前距離任務不到一個月 因為現在已經六月一號了 所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飛行的乘組已經淨臨了 兩級的隔離狀態當中 而且各項工作也進入了強化衝刺的階段 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組裝 還有裝配 對於剛剛上去的核心艙上面的工作位置 以及生活環境進行的佈置 同時還要做出出艙的訓練 對艙外的裝備進行 組裝的調適等等的 所以現在就是針對這些任務 進行強化的訓練 你知道他在外太空當中 其實你要具備很多很多的一個能力 因為到時候有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自己解決 就這三個人而已 所以你要很多的知識都能夠 所以這個時候再進行強化訓練 還有體能的訓練 以及還有水下出艙的訓練 你知道水下出艙 我們來看看這個畫面 一次下去要六到七個小時 訓練完之後 這些訓練員 說連吃飯拿筷子都非常吃力 因為他可能花了一天的體力 都在這邊進行訓練 非常的辛苦 加油 再來看到楊立偉還說 在太空站的建造階段 太空人將會進行多次的出艙活動 就出去太空艙的活動 完成了太空站 航天器的維修跟維護 還有建造這些任務 那未來太空出艙會變成是常態 因為你必須要建造 出艙的活動的時候會大幅增加 對於太空人會提出更多新的要求 而且會有更高的一個指示 那報導也說太空站建造的階段 將會安排四次的神舟飛行 以及來看到是從第一批到第二批 總共有十六位的太空人 會選出四個飛行神組 同步展開相關的訓練 此外中國大陸的太空站的設計 有用轉位的機械的手臂 還有功能更強大的七字維度的機械的手臂 還有來看到對於載荷進行精密操作的機械臂 長度可以累積到十五米以及人機配合的方式 在太空站當中軌道進行的過程當中 透過這些機械手臂進行相關的維護 還有建造那艙外的航太的服裝也非常的重要 也完成了技術改進 你要去外面的話 你穿那個衣服一百多公斤 他必須要有很大的一些保護作用 譬如說在外太空當中有保護的作用 要確保太空人在安全的環境中 進行一系列的空間站複雜的操作 跟相關載荷的試驗 以及相關的操作性都有很大很大的改進 今天沒講完的下禮拜一繼續講 晚安 拜拜 準備 3 2 1 很多朋友說 每天只看得到我一小時 不過既然如此 那 兩小時 夠嗎 正常發揮延長為兩個小時 朝黑內幕獨家爆料 看好看滿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已經準時鎖定 中天新聞正常發揮 曾經參與過的世衛專家 也不是那麼認可 那來看到就是說 這個世衛專家就認為說 美國你難道是政治操作嗎 不只是世衛專家這麼說 美國的專家也不見得都同意 要追查起源地 我們來看看是誰呢 美國食品劑藥品藥物管理局 FDA的前局長叫做哥提烈 他特別說COVID-19的病毒 很有可能是由武漢的實驗室泄漏的 因為這類的意外是滿常發生的 但是重點來了 他說各國現在早就有能力 處理病毒的傳播 而且確認找到源頭 並不會對於對抗疫情 有太大的作用 尋找病毒來源 對於研究如何對抗疫情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不管病毒源自於大自然 或者是實驗室 都不會對於防疫或抗疫的措施 有太大的影響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對於這個病毒 有足夠的瞭解了 有足夠的經驗去處理它了 所以他似乎認為 你拜登現在出手 其實是不是有政治上的目的呢 至於拜登 為何在這個時候會出手 英國的金融時報就有說 因為在拜登就職的時候 就職前 國務院發布了有一份文件 說武漢病毒的研究所呢 庶民人員出現了COVID-19的病徵嘛 實現上是早於大陸公佈的確診病例的 又指出呢 研究所跟解放軍秘密在合作 當時有反對人士 並沒有很認真看待這個說法 認為當時是誰 美國的國務卿 蓬佩奧嘛 可能會把這個情報政治化啦 所以呢也被川普的支持者呢 其實呢 有一點點闖入國會的事情 分散了注意力嘛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沒有特別引發的關注 這是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呢 又另外一個時機了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時候要操作呢 是因為科學家的態度改變了 這群科學家當初呢 是不願意在選前的時候 幫川普來添力的 也不願意呢 得罪這一些反對這個說法的 重量級的科學家 但現在這些科學家 改變態度了 所以才會讓民主黨更願意 要重新檢視 實驗室外露的消息 不過拜登啊 現在要求的是情報部門 要在90天以內 要提出報告 所以呢 前中情局的高官就說 時間太短了 或許呢 無法達到很堅實的結論 涉及的多個機構等等的 可能還沒有辦法達成一式共識呢 好 美國炒作新冠病毒的起源嘛 還被認為說有政治的目的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說 病毒的溯源呢 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不應該被當成政治化嘛 而且令人很遺憾的是呢 一個時期以來 我們不斷地看到呢 把疫情污名化 把病毒標籤化的言行 不斷看到呢 藉由溯源對於特定的國家 甩鍋 推責的言行 不斷看到呢 對世衛專家溯源研究 進行無端的指責 甚至呢是鼓吹動用情報人員 而不是科學家 主導病毒溯源的言行 美國將溯源的政治化的行為 已經嚴重干擾到 還有破壞到了國際溯源研究合作 那其實呢 為了各國抗疫的疫情呢 其實都有造成很大的困難跟障礙 大陸主張呢 溯源應該是依賴科學家 不是情報人員的 應該呢走團結合作的道路 而不是鼓吹對抗啦 挑動對方啦或對立啦 更不能按照個別國家的意志來行事的 所以中國大陸秉持的是什麼 開放啊態度跟合作的態度 已經邀請世衛專家兩次來進行相關的 溯源的研究合作 那他也呼籲呢其他的國家 也能夠像中國大陸一樣 請邀請世衛國家的專家嘛 去你國家進行的溯源調查 也就是說呢你美國要不要開放 實驗室讓大家來查一查呢 環球時報呢其實還點出來說 這一次呢帶頭炒作 實驗室洩漏的是一名美國記者 他在將近20年前就曾經用相似的手段 在為美國呢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推波助瀾 認為他呢如今又顧忌重施了嗎 這次來看到的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啊 5月23號率先不是踢爆了 2019年11月呢 武漢病毒實驗所呢 有三名研究員身體不適就醫了 炒作新冠病毒的起源嘛 結果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2021年的3月23號 其實呢這個研究所就發布聲明 曾經在2019年12月31號以前 這個研究所其實沒有接觸過 新冠病毒的 而且呢這個員工呢 到現在呢都是保持是零感染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不是還在刻意炒作呢 那這個華爾街日報的 這一篇報導的作者之一叫做 邁克爾·戈登就這位人士 他其實呢在19年前就任職於 任職於紐約時報的時候 就曾經用相同的手段 炒作過伊拉克 試圖要獲得核武器 成為美國政府呢發動了 伊拉克戰爭的助燃劑不是嗎 2002年的9月 戈登跟他的同事叫做朱迪恩米勒 就是這位女士 其實呢核寫了一篇叫做伊拉克 你試圖要獲得核武器 要購買用於濃縮又 離心機的一個旅館 那這篇文章看出來的當天啊 就被呢布希的政府 還有多名的高官給引用了 他說呢你們有這個 可能毀滅性的武器啦 所以呢布希的高官就特別引用了 那當時呢是美國的副總統 錢尼還有國務卿呢 鮑威爾這些人 都想藉由報導 所提出的核武器的威脅 向外界宣傳 我美國呢必須要立即 採取行動的信號 半年之後呢 2003年的3月 美國呢就以伊拉克呢 藏有大規模的 殺害性的武器等等的理由 結果就單方面的怎麼樣 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所以導致了伊拉克森林塗炭 所以呢可以看到呢 事實上啊 這篇文章所援引的消息來源 都是匿名的 而且呢或者是化名的 真實度呢 未必是有很大的真實度 但是呢卻很大程度上呢 成了華府為了發動戰爭 造成的幫兇 實際上呢 當時不少權威人士就有認為 文章所提的旅館 根本旅 旅館 這個旅館 這個旅館 其實並不是所謂的 能夠做成這個生化 核武器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 而且呢 他只是用於製造火箭 伊拉克呢就被說呢 擁有核武器 還很遠 所以環時認為啊 美國的媒體 難道是顧忌重拾嗎 拜登下令情報單位 要在90天內 努力著手調查 新冠病毒起源 這也讓病毒實驗室外洩論 再次受到關注 美國情報圈對於病毒起源 有兩種說法 一是自然出現 二是實驗室意外洩漏 美國病毒學家 霍泰茲也表示 如果不查清楚病毒起源 恐怕日後還會有更多的新冠病毒 這是現在我們第三個 大陸的疫情 疫情 和疫情 的21世紀 媽媽在告訴我們 什麼會發生 會有COVID-26 和COVID-32 除非我們完全明白 COVID-19的原本 這非常重要 而且需要的 川普時期的美國FDA 前局長哥提列表示 新冠病毒極大可能 是從武漢實驗室洩漏 但他認為這類意外 經常在實驗室發生 不過他也表示 各國現在已經有能力 處理病毒傳播 確認其源頭 也不會對抗疫有所幫助 而針對近來美國提起的 病毒實驗室外洩 陰謀論北京相當不滿 反批美國炒作病毒起源政治化 挑動對立 美國這些家 溯源政治化的行為 已經嚴重干擾和破壞 國際溯源研究合作 為各國抗擊疫情挽救生命 製造了困難和障礙 我們主張 溯源應當依賴科學家 而不是情報人員 應當走團結合作之道 而不是鼓吹對抗 調動對立 更不能按照 個別國家的旨意形式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更指出 華爾街日報5月23號 刊登一篇武漢病毒研究所 有三名研究人員 在2019年11月10出現 新冠肺炎症狀的報導 撰文記者動機不單純 有很多學生 從地上 美國武漢化 尤其膚 尤其症狀 在2019年10月 而被獨自 尤其在 臨位 許可否 從來不說 在國際上 冇 Cambridge 但 實際上 10分 最重要 最重要的 確實 kung 在中國 是 环球時報指出整篇報導 不但沒有明確交代消息來源 報導武漢實驗室病毒外泄論的記者 麥可·戈登 過去任職紐約時報時 2002年曾報導伊拉克取得 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 導致當時的布希政府 多名高官渲染伊拉克核武威脅 認為美國應該立刻採取行動 進一步發動伊拉克戰爭 環球時報批評 美國故技重施 想要渲染病毒陰謀論 挑起美中紛爭 就是這種綜合報導